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督徒要在生命当中来把我们所相信的 在头脑上的属灵的知识 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行出来 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 活出一个和服圣经真理的人生 今天的经文有两处 刚刚把最重要的那两节稍微读了一下 所以请大家找到这个两处的经文 用节目单或者怎么样把它夹住 我们会来回的翻 《内王记》上的十七章 从第七到二十四节 这里想到在以色列地有饥荒 所以上帝就指示先知 以利亚到西顿一个地方叫萨拉法 在那里有一位寡妇要来供养她 西顿是个非利式人的城市 这个民族常常与以色列人争战 这是个不相信上帝 不相信耶和华上帝的民族 他们兴奉巴黎跟其他的神明 所以当以利亚去到这个地方 看到这位寡妇 就向这位寡妇要求她 说你给我点水 你也做一个饼给我吃 这寡妇 她同样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 所以她这样子回答 先知她非常绝望地 甚至有愤怒地说 我指着永生耶和你的上帝说 我没有饼 坛内只有一把面 瓶里只有一点油 我现在要找两根柴 回家要我跟我的儿子做饼 我们吃了死就死吧 面对这个苦难 这妇人的反应是非常的消极的 她知道我只有今天活着 我吃完这个饼我就死了 我没有指望 我没有帮助 但在以利亚的保证跟鼓励下面 以利亚说你不要管 你回去就先做个饼给我 然后你的瓶里头的油跟面 不会短缺 果然的 寡妇就依从了 这位不信奉耶和华神的寡妇 得到神的恩倦 她跟她儿子都活了 他们度过了这个饥荒 可是她没有得到生命的改变 在这点 在以后她所碰到的一个更大的危机 就显露出来了 这两个妇人 一个是撒拉法 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一个寡妇 她有不同的信仰 她得到上帝的恩典 但却有不一样的生命 不同的生命 是对比另外一个妇人 这个妇人是在 记载在《列王记》下的 《四章》第八到三十七节 这里说到以利沙 以利沙是以利亚先知的一个徒弟 承接了以利亚的工作 她平常住在加密山 书念离开加密山 大概有四到五个小时的路程 那里有一个富有的妇人 每次当以利沙去到苏念 这个妇人就很热忱地借在她 请她到她家里吃饭 而且她还跟她宣称说 我看到这个是神人 神人是先知的另外一个名称 所以说她就跟丈夫说 不如这样子 我们在我们的房顶上面 去盖一个房子 好 叫这个以利沙每次来到苏念 这个地方 她有个地方可以住 我们可以服侍她 于是她就这样子坐 所以以利沙每次来到苏念 她就在这个妇人家里坐 在这个妇人家里吃饭 这个以利沙就觉得 这个妇人实在太好了 我应该做点事情来报道 报道她 于是就问她说 你有什么事情没有啊 我跟王很熟 这个将军元帅 他们都会听我的话的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地告诉我 但这个妇人回答说 我在这里相安无事 她的意思说 我在这里活得很好 我跟我的邻居这里的人 没有任何的恩怨 我也没有任何的要求 当以利沙在询问之下 就发觉 这个富有的妇人 虽然很富有 在当地很得人的尊重 可是她却没有儿子 在当时代 一个妇人没有儿子 是个非常 可以说一个非常羞辱的事情 而是个非常悲伤的事情 但可是 这位妇人没有要求 甚至当 以利沙说 明年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 这个妇人 你看看 你仔细看看 她怎么样子回答 在 十六节 那个妇人回答说 神人 我的主啊 不要这样欺控婢女 这句话 这个回答 令人寻味 究竟 她是心里面 不相信 以利亚的说话吗 还是她心里面 很高兴 高兴到 不晓得怎么回答 以利沙 还是她知道 生孩子的事情 是上帝的事情 神人先知啊 你讲话 不要随随便便讲啊 还是她心里面 很清楚地知道说 她有 孩子没有 有跟没有 我都满足 有跟没有 在我生命当中 我仍然相信 这位上帝 同样的感恩 这是一个 有生命的 信徒的表现 两位母亲 同样蒙神的祝福 一位是寡妇 因为神的恩典 让他们活命了 一位富有的信徒 因为上帝的恩典 她有很富有的生活 而且这位妇人 果然在一年之后 她果然生了一个儿子 而且儿子慢慢长大了 然而 这个故事逆转 圣经告诉我们 突然间 死亡 临到这两个 妇人的儿子 这两个母亲 有不同的生命 同样遭到 儿子死亡的时候 他们有不同的反应 撒罗法妇人的回应 显示出在 旧约时代 被普遍认识的 一个观念 我有苦难 是因为我犯罪 所以上帝惩罚了我 请大家再翻回 《内王记》 下十七章 十七节 里头说 结识以后 做那家族母的妇人 她儿子病了 病得慎重 以致身无气息 妇人对以利亚说 神恩啊 我与你何干 你进到我这里来 使神想念我的罪 以致我的儿子死呢 这个妇人 在她儿子病的时候 圣经没有记载 她向以利亚求医治 反正在儿子死的时候 她就跑去 以利亚说 我跟你什么关系啊 你今天来到我这里 好叫上帝 记得我有罪 然后来惩罚我 让我儿子死了 弟兄姊妹 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影响了我们来回应 我们生命一些的问题 一些的状况 不但是 这个罚妇如此 以利亚 也是否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所以当 以利亚把这孩子 抱起来的时候 她跟上帝 祷告说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 你就降祸于她 使她的儿子死了吗 我们对神的认识 是不是单单的相信 神惩罚人 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 还是这只是 我们对神的认识的 一部分而已呢 感谢主 以利亚对神的认识 超过这个 以利亚知道 寡妇真正的相信了 寡妇在 其先的回应 在本质上 是与神对敌的 当她在饥饿的时候 说我吃完这顿饭 我就死了 她心里面 对神有埋怨 当她儿子死了 她更是愤怒 她对神有埋怨 但当 以利亚把她儿子 复活过来之后 她说 我真知道 你是神人了 这时候 她才认识到神 记得 神人是神的代表 所以当她对先知 对神人讲话的时候 她也是直接地 跟神讲话 但她的心心 是在事后的 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妇人 另外一个母亲 如何面对苦难 苏念的儿子 慢慢长大了 一天 她到父的田里 到了正午 可能天气太热了 可能中暑 不舒服 这个爸爸就 马上把孩子 送回妈妈 妈妈就抱着 这个孩子 但是不久 这个孩子死了 苏念妇人的反应 令人惊奇 令人佩服 更是值得我们学习 哪一位母亲 看到自己的儿子病了 不着急 不忧虑 不赶紧地去找医生 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妇人 只抱着她儿子 坐在那里 是不是那个地方 没有医生 她唯一能够坐的 就是抱着儿子 这不为怪 怪的是 当这个儿子 死了以后 她一点都不惊慌 是想 哪一个母亲 在这个情况之下 儿子死了 不忧愁 不忧虑 不忧虑 不忽天抢地呢 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新闻 说有一些地方 有人 儿子死了 悲愤之下 冲到医院去 伤害医生 伤害护士 对比 之下这个妇人 苏联的妇人的镇静 实在是出人意表 她的行动 显示她在心里面 有她生命的特质 显示出 她对神的认识 对神的信心 苏联妇人做了一件 非常有智慧的事 她知道 她的儿子 是上帝给的 所以她知道 她儿子现在死了 她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是去找先知 以利沙 就是去找上帝 于是她吩咐 她叫她 丈夫吩咐仆人 为她预备一个炉 她知道 她要赶快地去找 以利沙 但当丈夫问她说 现在不是聚会的时间 你为什么要去找先知啊 有什么事吗 她说 平安无事 真的平安无事吗 从书念到 虾米山是25公里 看我们走了多快 至少要四五个小时 有时她赶路可以快一点 所以她就吩咐仆人 你赶快走 赶快走 不要停 当以利沙在山上 远远看到这个妇人的时候 她知道有事情 知道事态严重 于是她拆到了仆人 赶紧下去 问问是什么事情 仆人就问 你平安吗 你丈夫平安吗 你孩子平安吗 这个妇人说 平安 真的平安吗 她的回答是假装的吗 还是她 在她心中 有无比的平安与稳妥 她确信 谁会拯救她的儿子 我们可以看出来 她是心 非常的急的 不然她不会赶路 她的心 是非常沉重的 当她 去到以利沙的面前 她浮浮抱着 以利沙的脚 一句话也不讲 上帝没有对以利沙 有任何的启示 所以她不知道 这个妇人有什么事情 但当妇人对以利沙说 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 我岂没有说过 不要欺控我吗 以利沙马上知道 是儿子出了事了 所以她马上吩咐 她的仆人 拿我的杖去放在儿子 这个孩子的身上 杖代表着能力 所以这个仆人 就马上飞跑的 走走走去 但这个时候 妇人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逼不离开你 你注意到吗 故事从头到尾 从始到终 苏念妇人没有向以利沙 这位神人求过一件事情 她没有向神求儿子 在儿子死的时候 她也没有直接地来求 你把我的儿子救回来吗 她的态度是 我来到神的面前 你来做主吧 她深深地认识神的本质 神是要掌管生命的主权 她深深相信神的怜悯 我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靠近神 依靠神 这就是她要做的 其他的 她要交给神 你来做主吧 以利沙深深被这个妇人所感动 于是她马上自己又跟着去了 仆人把杖放在孩子的身上 一点反应都没有 于是她又赶紧地回头走 碰到以利沙的时候 说没有反应啊 你的账 没有工作 做不了事情 以利沙去到这个孩子 把她抱到她自己 住的房间的床里头 她向神祷告 她很像她的师父一样 扶在孩子的身上 口对口 眼对眼 手对手 孩子都活过来了 这两个夫人的苦难 因着神的恩典被化解了 但是在世上 不是每一个苦难都被化解的 人间的苦难 以不同的方式降临 是天灾 是人祸 是战争 是交通意外 各样的疾病 生理上的病 心理上的病 习惯的病 汉幼的病 死亡 突然的死亡 生意失败 事业失败 关系破裂 婚姻破碎 儿女悖逆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苦难 都是来世汹汹的 有人在苦难的时候 会发问题 有人形容这个问题 这个问号 就像一个鱼钩一样 钩在我们的心里面 痛啊 痛啊 是勾心的痛 是追心的痛 苦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会问 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发生在我 亲爱的亲人的身上 是谁的错呢 神在哪里呢 神为什么不帮助我呢 我祷告 我祈求 为什么神不应呢 神啊 你在哪里呢 甚至问 神啊 你存在吗 弟兄姊妹 我们面对苦难 我们会害怕 我们会感到无助 我们不明白 我们愤怒 我们绝望 我们对自己失去信心 我们对神 失去信心 苦难是真实的 当苦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在震惊当中 我们会问 为什么 在旁边的人 为了要安慰我们 有些时候 会为我们想一些 合理化的解释 在理性的解释上面 在哲学的解释上面 苦难的来源 可能有三个 一个是 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 就不管了 所以苦难发生 是随机的 是有可能发生的 第一个解释是 神让人有自由意志 当人有自由意志的时候 人就有可能 做出一些坏事情 其实坏事情 就产生一些 罪 产生一些的苦难 意思的恶果 第三个解释 是这个世界 本来是美好的 但因为亚当犯了罪 地就被咒诅了 所以这个地 就有自然的灾害 人就有生病 人就有痛苦 有生老病死 这是必然的 不管你同意当中的 哪一个 或者你不接受任何一个 这三个苦难的来源 的解释 对身在苦难当中的人来讲 没有作用 帮不了他们 苦难难 苦难难临的时候 人不是需要理性的解释 苦难是真实的 让我们去体认它 体认苦难意味着 承认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一定会遭到苦难 我们不必要去为苦难 来寻找理性化的解释 体认苦难意味着 当我们自己在苦难的时候 我们要正面地去处理苦难 但事实上 要正面来处理苦难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看了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没有办法 唯有我们仰望神的慈爱 求神给我们有力量 去面对苦难 体认苦难意味着 当我们看到别人 在苦难当中的时候 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 生发怜悯慈爱的心 用爱的行动去关怀他们 圣经记载了 耶稣对人的需要和苦难 生发怜悯的心 他甚至为拉撒路的事而爱哭 耶稣看到人的需要 跟人的苦难 他施行神迹 今天 说不定神要 借着我们的行动 我们爱心的行动 来施行神迹 苦难是真实的 当苦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面对呢 英文有一个说法是说 Suffering can make us Better or Bitter 苦难可以使我们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或是成为一个 蛮有苦毒的人 从与神的关系上来说 当苦难临到我们基督徒的时候 或者任何一个人 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靠近神 一个是远离神 当我们问 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 神你在那里的时候 有时候 我们很难找到答案 因此当苦难来临的时候 也许问为什么 不是一个正当的问题 不是一个对我们 有帮助的问题 对我们有帮助的问题是 我该如何做 我在哪里找到帮助呢 撒罗佛的寡妇 埋怨以利亚 她未知的儿子的死亡而痛苦 她转而与神对抗 苏念的夫人 同样的未知的儿子的死亡而痛苦 她没有埋怨 也没有质疑神 她赶紧地去找以利沙 她要到神那里去得帮助 她要去靠近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会遭遇苦难 保罗在罗马书 八章里都说到 没有任何的事情 能够与使基督的爱 使神的爱有门隔离 当苦难来临的时候 让我们把苦难交给神 让神来转化它 下面让我说几个例子 来说明怎么样 让神把苦难来转化 各位一定听过 一位叫 Johnny Harrison Tata Johnny在轮椅上的画家 她是个美丽活跃的女孩 在16岁的时候 跳水 创造势头 颈椎受伤 四肢瘫痪 她在医院里头 她一天要求她的朋友 你拿镜子给我看看我自己 当这个朋友把镜子 给她一看的时候 她说 请你给我一个刀 给我任何事 帮我 把我杀了吧 她不能接受她的样子 她要求朋友帮她自杀 然而 因为一位 有耐心的基督徒朋友 一时陪伴着她 让她从沮丧当中爬起来 她成为轮椅上的画家 用她的嘴巴咬着 鲜笔来画画 她不但是一个画家 她的声音很好 她很会唱歌 今天 她的见证 她到处去与生 这样一个残废的身 来说明神的恩典 她有一个轮椅的事工 在世界各地去捐赠 轮椅给那些贫穷的 残障的人士 使到千千万万的人得到帮助 得到起立 另外一位 我们很多人在YouTube上面看过 叫Nick这个人 是澳洲 因为现在三十岁左右吧 全生下来就没有四肢 在她的所谓腿下面 只有一只小小的小指头 她的父母亲 靠着十年点 把她养大了 不但是养大 我们从她的YouTube上面看到 或者在母会 我们亲身去听她的聚会 她不但是 尽量地在生活上面治理 她会游泳 她会踢球 她会打高呼 她会滑水 在残废的当中 她没有残废 她面容喜乐 说话风吹 讲话激励人心 当我们看到 这位天生 没有手 没有脚的人生 是如此的喜乐 和有意义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来情绪低乐呢 我们还有什么好埋怨的呢 还有一位 叫Mary Verghese的医生 在印度服务麻风病人 有一天员工坐车出去交游 这个司机 忍不住前面那个bus挡住她 就超车 就发生意外了 她不单是脸完全地毁容 她的下肢残废 她天天地被这些伤 肉体的伤 被心灵的伤所折磨 有一天 她的院长就跑到她那里 这个院长 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医院 这个院长对她说 这时候 你要再次想想 你做医生的职业了 她怀疑说 我这样的身体 还能够做医生吗 但是看着神难点 她痛苦地推着轮椅 去服务那些麻风的病人 奇妙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医院的员工慢慢发觉 那些麻风病人 本来那种忧郁 沉闷 没有气息的那种致连 慢慢慢慢消失了 原来他们看到 这位比我还残废的人 竟然来服务他 他们对生命 有一个新的改变 这位Mary 因着痛 经过多少次的手术 医事 她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而且她得到奖学金 到纽约的康复医院 康复医学的医院进修 学成之后 她回到印度 建立一个复健的学校 这三位人物 Johnny Nick Mary 他们靠着神的恩典 在苦难当中 让神转化了他们 不但他们自己 快快乐乐的 很有意义的来活着 他也帮助了 无数的病人 然而 我们要看到一点 那两位比先知 所救活的儿子 终有一天死了 Johnny Nick Mary 他们美丽的生命 也有一天结束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人的病 没有得到医治 有很多人的苦难 没有得到解救 在苦难当中 我们害怕 在苦难当中 我们无助 我们尝试去寻找意义 我们希望把苦难转化 但很多时候 我们解不开苦难之谜 脱不了苦难的痛 转化不了 衰残的身体 这时候 我们只有一条路 这条路是 耶稣基督为我们敞开的 耶稣没有置我们 在苦难当中不离 他道成肉身 来到世上 经历我们的痛苦 更为了我们的罪 所产生的后果 把他生命摆上 死在石家上面 今天 他从死亡当中复活 升天了 他要再来 使我们肉身复活 很相信他的 我们将与他同活 主耶稣 以他自己的生命 战胜了死亡 战胜了苦难 使我们有救赎的盼望 我们又认识到 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 是一个客旅 我们永恒的归宿 是天家 在世上的苦难 无论是如何的 没有道理 无论是如何的痛苦 我们知道 主耶稣基督 与我们一同地承担 一同地度过 他就是那一位 受伤的抑制者 是这位终极的救赎主 苦难需要被体认 苦难需要被转化 苦难最终需要被救赎 让我说一个故事 来说明苦难 怎么样被救赎 便引到今天的结论 Philip Yangtie 杨菲利 他是经义基督教的编辑 他写的一本书 叫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 在苦难的时候 神在哪里呢 在书中 他描述了一位 二十六岁的女孩 马大 杨菲利 他去参加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的名称是 Make Today Count 是真实今天的一个小组 参加这个小组的人 都是病到快要死的病人 这位女孩漂亮美丽 所以第一次杨菲利 看到她的时候 以为她也是访客而已 谁不知道 这位女孩 患了一种叫Lugarich's disease 是一种神经萎缩的病 她的叔叔 她的父亲 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死亡了 马大 不到几个月 从一个正常美丽的女孩 萎缩 成为一个不能行动 甚至不能呼吸的一个病人 整天在痛苦当中 成为一个可怜的人 杨菲利常常去看望她 与她谈人生 也与她谈信仰 杨菲利承认说 在这个时候 对马大 马大讲福音 太空洞了 马大坦白地说 我不会在病场 在临死的时候 做悔改的祷告 我不会 因为我不想 因为我害怕死亡 所以我相信上帝 我又因为我爱上帝 我才去信上帝 但我现在那么的痛苦 我怎么能相信一个 使我那么痛苦的上帝呢 马大的病急转直下 他需要24小时的看顾 所以他住进疗养院去了 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 所以他想 我有一个愿望 我的愿望是回到我自己的住处 我要去邀请我的亲戚朋友 我的家人 我一个的一个的 要跟他们谈 透过这个过程 我来面对 我要快将领导的死亡 这是一个非常难如愿的一个愿望 他24小时虽然照顾 他要机器来帮他呼吸 当然这些机器可以借 医院可以提供 但从哪里来 有24小时的人来照顾他呢 在这个时候 芝加哥有一个基督徒的团契 叫riba place fellowship 当中 这个团契里头有一个人 是四肢麻痹的 他也是不能动的 他知道马大的痛苦 因为他的缘故 或者部分因为他的缘故 这个团契的人 就负起这个责任 有16个妇女 他们把她自己的生活的规律 完全地调整 他们安排两个两个的人 24小时陪伴这个马大 其实姐妹 在一方面陪伴马大的时候 一方面 也把基督徒的盼望 跟马大说 当上帝师父对 马大毫无怜悯 甚至是对他非常残酷的时候 马大从日夜照顾他 陪伴他的 其实基督徒的身上 看到了爱 就说他甘心乐意地 来接受 为他使的耶稣基督作为救助 这时候他不是因为害怕 来接受耶稣 因为他真正地看到神的爱 看到神 接着他的教会 他的身体 一个一个的基督徒 来表达了上帝的爱 不久 他去世了 感谢主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教会 这十六位基督徒 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信息 用行动跟信息 向马大传递了 神的救恩 临到马大 我们可以想象 一天马大衰残的身体 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又复活 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 感谢神 神把苦难救赎了 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 把传递救赎的福音的使命 交付了给教会 教会要进到苦难的人群当中 以行动来彰显基督的爱 过去 在古区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有苦难发生过 那个时候 教会在这里 今天 在我们教会 在外面 有苦难存在 我们更需要在这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受苦的人在呐喊说 神啊 你在哪里的时候 让基督的身体 教会 弟兄姐妹 你跟我 把爱心 转化为行动 牺牲自己的时间 金钱 精神 体力 尽心 尽心 尽意 尽力地 去爱那些 在苦难当中的人 假如 我们自己 现在苦难当中的时候 让我们来 靠近神 把我们的苦难 交托给神 让神帮助我们 把神 把苦难 转化了 把苦难 救赎了 这时候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与主相亲 让我们在唱一首诗歌的时候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你心里面有苦难 如果你心里面有痛苦 求神帮助你 来与主相亲 安于我 主相亲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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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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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快一点点第二节 我随居母亲 愿意失岁 世面黑暗龙照 君舍谁 愿意我住相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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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如行天路 从地上升 所欲一切之事 有主引领 愿意我住相亲 愿意我住相亲 我们祷告 满有十杯灵敏的神 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 与你相亲 愿意你的慈爱 复辈我们 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来投靠你 祂给我们有怜悯的心肠 像主耶稣基督一样 看到人在苦难当中 我们去帮助他 法求你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体 一定要过去 世上的苦难 是真实的 但也要过去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与你相亲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 阿们